We will be stars Got you back Mixology 里面有一种简单的技法叫做烈酒浸泡 用酒精来萃取各式风味 你们家泡的药酒跟洋美酒就是完美的例子 茶跟金酒是一个神仙组合 所以我们今天三杯简单的茶酒 包焦包惠,不会退避 包括茉莉花茶金汤粒 差点我以为EXO要倒了 蜜桃乌龙Ramos Gin Fizz 凤凰丹丛蜜肉 听起来就四把好喝 今天用到的精酒是One Gin 我们的好朋友万老师 个人品牌做的一支精酒 性价比非常高 好,我们做第一杯茉莉花茶金汤粒 首先我们要做一个茉莉花茶精酒 期待好久了 茉莉花茶它的底是绿茶 再加上茉莉干花 茶类小课堂 中国茶的分类有一个重要的维度 发酵度 不发酵的是绿茶 和发酵程度由浅到深的 分别是白黄青红黑 今天我们用到的茉莉花茶 茶底是绿茶 蜜桃乌龙 茶底是半发酵乌龙 也就是青茶 凤凰丹虫是半发酵乌龙 同样是青茶 会对应着不同的萃取方式 绿茶是不发酵茶 所以我们做一个冷处理 冷脆一小时 这样的话不会萃取更多的丹宁 跟茶碱 就不会那么涩 一般来说做茶的萃取1-30 是一个黄金比例 所以我们给到17克的茉莉花茶 对应500毫升的精酒 封上保鲜膜 就做一个冷脆一小时 好看是好看 这是皮 那我们把它过滤一下 然后我们装瓶一下 这个是茉莉花茶 Infuse 1精 首先我们给到50的茉莉花茶精酒 150的冬地糖粒水 这个是薯条召唤章 看着啊 茶根精酒真的是绝配 因为本身这支酒 它有45.7度的酒精度 拿来做调酒 它的风味也非常的足 用料非常扎实 杜松子的风味 跟茉莉花很好的交织在一起 做好这么一瓶茉莉花的精酒的话 你拿去做 Ginfish Gimlet 不会不好喝系列 神仙百搭 第二杯 我们做白桃乌龙Ramos Ginfish 这个酒的发响是来自Nikwu的一节茶酒客 做的一个铁观音Ramos Ginfish 我们改一下做成白桃乌龙的 我们要做两个材料 一个是白桃乌龙糖浆 一个是白桃乌龙镜子的精酒 那乌龙呢 它是一个半发酵的清茶 所以我们要做一个热处理 洗它20秒来唤醒它 因为酒精易挥发 所以我们要拿保鲜膜封上 常温静待20分钟 20分钟过去之后 我们把它过滤一下 以免不记得可以贴个小标 它这杜松子是真的香 差不多一样的方法 我们要做一个白桃乌龙糖浆 一样的我们要用100度的水洗茶20秒 泡开10克的茶 然后我们给到160克的水 煮开之后关火焖蒸12分钟 剩下多少茶汤我们就1比1的加糖 全部溶解之后就OK啦 终于有了几个材料之后 我们开始做酒了 白桃乌龙Ramos Gin Fist 45的白桃乌龙Infuse One Gin 这个酒标还蛮有意思的 致敬王牌酒宝里面的神之一杯 佐佐昌流 到20元了 15的清凝 10的黄凝 会给到25的白桃乌龙糖浆 因为我想模拟一个 像柠檬慕斯蛋糕的那种 比较甜润的口感 嗯 棒 真不错 给一个蛋清 可生食的蛋清 淡奶油 橙花水 一滴 电动打发器打10秒就好了 受热了也不行 该摇还得摇 30-40秒 先来一个苏打水打底 拿去冷冻一分钟 之后我们给它拖一个井 Cheers 但你有没有觉得这个茶的香气和它融合非常好 是不是很简单 请把轻松抠出来 第三个凤凰丹丛 来自潮州的凤凰丹丛 是个半发酵乌龙茶 所以我们一样热处理 盖上保鲜膜 我们静待20分钟 好 20分钟一到 然后我们把它装平 得到第三支之后 我们做一个凤凰丹丛 非常好 这个比例我们做是突出凤凰丹丛金酒的香气 所以我们会给到45 45 为了避免这个Campari 抢掉它的味道 我们给到20 卡帕诺甜 魏美斯 30 死吧 好 好 这就是今天的所有内容啦 接下来 跟大家讲一个小故事 万老师要做一支自己的金酒这个事情 我很早就知道了 后来尝到小样的时候 我操 惊喜 我当时就跟他说 这个口感香气值300块 微信转账300块 你懂我意思吗 我想敬礼 死绿 他无论是唇饮还是做调酒 他的表现都非常棒 后来他告诉我 他要定价88 所以我做了这个茶酒结合的视频 鸡尾酒文化本身是柏来瓶 茶是中华文化 它们可以有鸡的结合在一起 金酒是柏来瓶 但是我们在中国也能做出一款 踏实用料 价格合理的金酒 把利润让出来给年轻人 曾经我们也是那个热爱酒文化的 穷小子 末期少年穷 更何况少年不穷 让我们当起床墙 向船儿推开波浪